他們能夠這麼放肆地 去詆毀一國兩制 甚至去詆毀國家 這個就正正證明了 一國兩制所保證的言論自由是存在的 所以他們根本是自打嘴巴 他們同一班人 有些人走去美國 走去其他地方 就說要捍衛一國兩制 但是又唱衰一國兩制 那究竟他們想怎樣呢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這班人 他們一直沉淪 販賣一些悲觀 去攻擊制度 這就是他們這麼久以來的政治的把戲 但是由補選到台灣選舉 其實大家都看到政治只是說否決 選舉只是說悲情 只是說一些靠客的言論 其實已經不成功了 所以我想是公正評價 去看一國兩制為香港大內的好處 這個已經是足夠的 習主席所說的《告同包書》 就是一些措施是具體 透過四通去促進兩地 整個大中華區的民生、經濟、基建的交流 這些事情實際 我想對於整個不單是我們祖國 對於台灣也是有好處 人民是用腳來做一個投票的 就是當我們看到台灣很多人 包括是年輕的大學不月薪 都是選擇以祖國為一個發展的地方 我覺得就不需要再分離我 再分離兩地去固守一方的東西 根本我們要整個去大中華這樣看就是 當我們祖國的發展是好 也有一個兩制的優勢 其實無論是香港人、台灣人 在這樣的勢頭底下都是受惠 所以現在是要說怎樣互通互惠 我相信能夠做到這一點 做到那四通 整個兩岸統一是知一可待 好多了 好多了